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熱帶風味的番茄鰻魚 我們先來看有哪些材料呢 第一個 鰻魚 我選用的這鰻魚是海鰻 白色 硬白色海鰻 市場買到之後把它切成一結一結的 然後冷凍備用 再來 鹽巴 這個低溫油 冷壓橄欖油最後再加 這個是高溫油 全米油 還有番茄 我今天選用Okea 給一顆 然後蒜頭擠半 以及 這個辣椒乾 把紙稍微剃掉一點 然後這邊是檸檬 你如果新鮮檸檬用新鮮檸檬紙 直接擠當然最好但是我現在沒有 我這個是新鮮檸 擠好 醇汁然後把它冷凍很快 待會就加一塊兩塊就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 柚子葉 柚子葉你如果說找不到的話有橘子葉跟檸檬 也代替也可以但是效果就沒有那麼好一點點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來準備 如果準備呢 我們現在把番茄 先把仙人丁 這個仙人碎 辣椒仙人碎片 然後蒜頭 把這個皮剝掉 好我們現在馬上就來開始 這個有些材料不是菜市場誰會買的 包括這個極子葉 我們現在就來找這個極子葉 這是極子樹 怎麼分辨呢 它是 這個樹幹上有一些刺 很多刺像是一些刺 可以看到嗎 這個刺很尖啊 然後葉子大概 半片水桶的大片吧 那如果你把它 摘一小片來聞聞看的話 它是會有一些那個 就是很濃的這種柑橘類的味道 那我們待會來煮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 所以我想 今天一人飯我應該要採一片葉子就夠了 我們就採一片葉子回家 靠 被刺到好痛啊 採一片葉子回家 這樣就夠了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回家 好我們大概材料準備完全了 現在繼續我們來看看 番茄把它切成一公分地方的丁大條 一整顆 然後 蒜頭把它皮剝掉 切成大塊就可以了 不用敲碎 還有這個辣椒碎片 切成碎片 還有剛那個柚子的葉子 我們把它大概切成四等分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我要用 酥皮鍋來煮 這鍋子已經預熱一陣子了 那我現在來 先加點油 這個是要 煮的 所以我拿這個高溫油來煮 先加一些油下去 好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想要把 這個 辣椒 把它加進去 先把辣椒順便加進去讓它爆一下 這樣才會有味道出來 同時在那時候 我要再加一點點鹽 一點就可以了不用太多 今天是做四等份 稍微把它弄一下 好 當你上來聞到這個辣椒味道開始的味道的時候啊 就可以加番茄 好 番茄跟辣椒當然是絕對 我們現在把番茄下去 因為這個番茄蠣椒竟然蠻高的 我們要讓它稍微底下 把這個水稍微收乾 稍微澆一下 好 那你如果 為了要讓它快點爛的話 可以把鍋蓋蓋起來 但是蓋起來的話 就沒辦法收乾 所以你可以調整一下 有時候蓋有時候不蓋這樣子 那現在為了要先加熱 我建議可以 先把它蓋起來 然後稍微阻轉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再把蓋子打開 現在我們就開最小火 然後煮一下 最小火 先讓它煮一下再說 OK 大概煮了 5、6分鐘以後 這個番茄就稍微軟掉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現在 加下一步 料 我先把這個蒜頭加進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 鰻魚加裡面 鰻魚 鰻魚 還有鰻魚 鰻魚 把這些鰻魚都加進去以後呢 這時候可以加一點點的水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繼續再燜 再加了半杯的水進去裡面 那這個鰻魚稍微可以蓋到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 好 然後一起再加一點藍力 稍微提供一下 然後讓它再煮一下 蓋起來讓它繼續燜 好 我們帶大家多煮一下 OK 從剛剛加進去裡面 以後到現在 大概小火煮了10分鐘 冷凍的鰻魚煮了10分鐘 我們打開看一下 煎鰻魚差不多快OK了 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自然很多 所以我想要把蓋子打開讓它煮一下 讓它湯汁稍微收乾 而且呢 我要把這個 剛才的 柚子葉 想說的極子葉 把它加到裡面 這個時候我把蓋子打開 這個極子葉的味道會跑到湯裡面 但是這個葉子就不會變黃 好 那我們就讓它這樣 稍微少煮一下子 待會大概過5分鐘左右 就差不多快可以了 試在這個湯汁收乾的形形而定 OK 大概煮個5分鐘左右 現在差不多 已經入味了 我們可以聞到這個 有很香的這個極子葉的味道 那今天這一道 番茄鰻魚 就這麼完成了 這應該是屬於東南亞料理 番茄的這個酸味甜味 熟乾以後湯汁 充分的可以跟這個鰻魚再來結合 而且再加上這個 蒜頭的甜味 還有 這個比較刺激的 這個極子的葉子的味道 就是有點像檸檬草的味道 這樣搭配成一個 酸甜 還有鰻魚香甜的味道 我們待會就來試試看 我們就來看 真是 我們下水 解除了 放氯汁 我們 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